出新新战口 其实现在ION最红的不是IONS而是ION Y 因为那个车车小小然后价钱又很接地气 关键是什么就那台车 它真的是方方正正把车内的空间做得很大 你坐在后排就知道我说什么 真的做进去 如果你要空间的话肯定会买那台车 而还有一个就是呢 那台车它的颜色搭配真的是挺出彩的 就是它会把那个线条拉得 好像你真的已经买了车回去 然后给你做了一个很抢眼的撞色那种效果 确实那台车原厂的视觉效果就做得不错 但有很多人 可能在买iY的时候呢 就看一下我这个配置就想要 那个配置就想要 然后需要里程度想多一点点 选着选着就已经能够得上ION V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试的是ION V 但这一台车不是普通的版本 它叫做ION V Plus 这个车最出彩的就是前几天那个新闻 ION刚发布了一个新的充电桩 叫做A480 为什么叫480呢 就是因为它的充电功率 跟这台车一搭就是可以做到480千瓦 48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 一般我们的充电桩 其实能充到100千瓦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然后我的ID4呢 也是100千瓦就到顶了 但是这个说是能去到480千瓦 然后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很熟的 就是充电5分钟 续航200公里 做到这么快 我觉得也很疑惑 反正这个充电桩呢 目前全中国来说 就一个地方有就是在广州 如果你是开这个车的话 可以去试一下 反正开ION自家的车型呢 说是充电都挺快的 起码5分钟 最少都有100公里以上 这是他们说的 反正迟一点点 我再开ID4去测一下 到底我ID4100千瓦的一个理论 充电池能不能做得到 那今天我们除了讨论这个充电速度以外 我们还看一下这台RMV Plus 它到底Plus在哪些地方 其实这台车跟我们之前试的RMV Plus是一样的 就外观会做一个小幅度的修改 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前脸了 因为以前RMV的话呢 它那个前脸会有个类似进气格三 一个装饰在哪 我觉得那台是看起来会更加顺眼一些 但现在的话呢 这东东取消掉了 其实就跟RMV和RMX Plus一样 就是统一了整一个前脸的风格 然后车尾也做了一些小幅度的修改 主要就是一些四条点缀上面的变化 主要的变就在前脸 所以这个车你要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你那口味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 它变的地方都很实在 第一个续航里程 以前RMV的话呢 它整个续航里程都是在500、600 其实已经是挺高的了 但这一台车又不一样 这台车首先变了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动力 动力它的电机 我现在开的这一台 已经可以去到200千瓦了 算是比较快了 然后它的续航里程更变态 这个续航里程可以做到702公里 然后再算上我刚才说那个A480的快充 这个车哪怕是3C的一个充电标准 它都能做得到5分钟 充到超过100公里 如果你是去到6C那个版本 它迟点会出的 6C那个版本的话 它应该能做得到真正的5分钟 充200公里的续航 所以我觉得充电是这台车 一个很大的优点来的 其实ION他们也说了 这个新的充电桩呢 会在2025年的时候呢 在各大城市都给铺开 然后你开长途自驾游的时候呢 高速上面也能找到这样的充电桩 所以无论是对于ION整个品牌来说 还是对于其他电动车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个好事 因为它真的能冲这么快的话呢 你去哪里都不怕啦 真的是5分钟能冲到200公里的续航里程 这就跟我们去加油 已经差距不大了 那时候应该开电车是挺幸福的 等着吧 其它续航里程我觉得水分不大了 因为ION一直以来 在商用车市场跑了那么多的续航里程 所以相对来说水分比较小 你看现在71%的电 还有500公里的一个表显续航里程 我就觉得也挺恐怖的 因为以前它可能买一个低配的RMV的版本呢 就显示是500公里的续航 现在70多点还有500 所以续航真的是这台车的一个大的优势来的 除了电量跟充电功率以外呢 这台车还宣扬着它的自动摩车很厉害啊 就是说你能够召唤也能够有记忆泊车 自动摩车当然不再话下了 基本上这个车一启动的时候 它就提示你啊 你要不要辅助帮你把车使出这个车位之类的 这个东西都很齐全 所以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有可能它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功能 但是今天的条件限制我没有办法用到那个APP 我也没有办法亲自体验他们说那个 跨城召唤车辆的功能 我也没有用得到它那个记忆泊车的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如果真心是存在的话呢 确实应该会挺好用的啊 因为真的懒人去到商场把车给召唤到下一层 我在B2我觉得方便 然后你车停B3我下去了 我不想再下一趟 这个东西好用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功能来的啊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 这个车还支持NDA的 就它是一个导航辅助驾驶的功能 比方说这一条高速路 它是支持那个辅助功能的话 它可以实现自己去变道超车 所有功能都会有 如果呢就遇到大车在你旁边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之前试摩卡也会有啊 就是它会稍微往反方向偏移 可能30公分左右 其实就是避免我们在超越大车的时候呢 两车之间会有个真空层 把车给吸过去 这样子的话呢 你自己开着也会觉得安心一点点 同时呢你车也会稳定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这些小的贴心功能是做的挺好 反正我今天体验了一下 其实就是它的超车动作 我觉得偏大了一点点 但是它整体的效果呢还算是稳定 实际上它应该还会有个比较完善的版本 因为这台车呢 还不是最终量产的状态 整个降噬辅助系统呢 还会做一个优化的标定 可能在那个时候 我们常常体验到它口中说的 跨乘的自动泊车 我真的觉得很好奇 它跨乘泊车 然后它又有记忆的功能 到底实现的状态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超想试的 因为我是个懒人 我会喜欢用这种功能 哪怕我自己能泊车 但是跨乘的话呢 确实方便很多 其实这台车的行驶品质 我觉得也OK的 起码走烂路呢 那个顶盘的质感是在这的 这也是传统厂商做这种 新能源车的一个优势吧 会比较关注这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呢 这一台车 它真的是继承了I-N-Y的那个传统 就是它整个车内的空间 用力可高了 这个车车身长度真的不大 但是它的后排确实做的 非常的充裕 就你把它的车身尺寸 跟它的后排的空间 那种体验感 摆在一起去对比的话呢 点都不像我坐后排 我坐后排超大 像我182的身高坐在那里 那后排 简直充裕到爆炸 而且它是有两段可调的 所以坐后排 你乘坐的空间 座椅给到你那感觉呢 都是舒服的 还有一个就是呢 这一台车的天幕啊 超大一个全体天空在这 所以无论你是坐在前排还是后排 你都会觉得头顶这个位置 特别开扬了 不过有一个bug啊 就是这一个天幕呢 它还没有那个可变的天幕 就不能像是RMS Plus那种啊 实现变暗 然后你就觉得没那么晒 但现在的话呢 确实今天白天开了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晒 而且是真的有点热 我最不太喜欢 哪怕我是一个天幕的爱好者 但是我总觉得没东西遮一下的话呢 那个使用的体验会不好 如果你是让你BB坐在后排 然后它整天就抬头看着天空 哇一直晒着它 那就真的很惨了 所以这东西呢 还是需要做一个可变的 要不你就多个这样连吧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的感觉 就像我说了 传统厂商做新能源车 还是会保留燃油车驾驶的那种习惯在那 这车呢 我看不到有什么动能回收 但是它会有个iPad 这跟之前那个iPad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用那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单踏板模式 你可以自己去适应那个动能回收的状态 但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模式呢 就好像你在开着燃油车那样 你松开踏板 它会慢慢往前补动 让你踩下去以后 Auto后一启动 其实整个车的状态就很舒服 对吧 开着我觉得 不需要什么大的学习成本 如果你有几台车 包括燃油车在内 你不停在切换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觉得 开着这个新的新能源车 需要学习一个新的驾驶器吧 我好讨厌这种 以前我们能买到的RMV呢 不都是135千瓦那版本吗 但现在新的RMV Plus呢 右门就已经是165千瓦的那版本 那我现在开这个已经是200千瓦的版本了 你就听着觉得 哇这个车应该都挺坏的 我还收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呢 以前买了RMV的朋友 然后爱晚会准备一个小的惊喜 就说未来他们可能会通过远程OT化 话说其他手段啦 就会把你的电机进行升级 达到165千瓦这样一个功率 我还真的觉得迷了 之前都没说过啊 他们应该就是预埋了一个 能跑165千瓦的电机硬件在那里面 但卖给你说不开 那现在的话给你去解放出来 其实无论怎么说 动力有提升这都是个好事 但我觉得前提就应该是呢 那台车的续航里面要有保障啊 不要说升了一个新的电机 功耗不一样了 然后它都去上里面掉了 我觉得就不应该了对吧 所以那个可以期待一下 但还没有最终敲出来 什么时候能给到大家 或者说以什么方式呈现给大家 其实这个200千瓦的电机 听着觉得挺凶的 但实际上开起来又挺好的枪数 如果你要用Normal模式的话 其实这个车开的跟以前的RV差不多 就整台车给你的动力是顺的 然后它的电门响应用是快的 反正你开习惯的电车不会觉得 这台电车在动力上面有什么缺陷 然后如果你真的要用到200千瓦的状态 你要去到Sport模式 然后全电门下去 你会听得到这个UC6的轮胎在那里叫 但实际上它远远还没突破它的抓地底 反正它叫了一下之后呢 你的车的功率你可以看到这样 慢慢慢慢的爬上去 就是它不是突然之间给你去到200千瓦这样一个功率 它是缓慢爬升的 就保持整个车不会出现打滑 这应该是它的一个策略 反正整个加速的过程人是不会晕的 也不会出现特斯拉的那种抽空眩晕的感觉 我觉得算是有考虑到整个加速的体验吧 反正这个车200千瓦听着快 但实际上不会让你觉得害怕 就是这种感觉 这挺有劲的 用Normal模式我觉得是最合适了 这台车里面很多摄像头 就比方说这里这里都在监测着 你有没有疲劳驾驶 有没有分心驾驶 然后又给你一个语音提示什么的 然后我刚才就做了一个这样子插鼻子的一个动作 他就默认我在抽烟 然后就给我打开车窗 我觉得这东东就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他对于整个场景的识别 我觉得还有待改进 因为很多都会误会的 就可能这样子他就说你抽烟 然后你突然之间看一下仪表 再看前面的话他就说你分血 所以这个场景还需要完善了 出发点是挺好的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今天给我派的是这一台 颜色跟我衣服超像 但实际上这台车原厂是没有这个颜色 全都是贴摸的 反倒是那个RMX Plus原厂有一个叫做冰霉粉的颜色 跟这个色调差不多 但他们没拿来原厂也不配这个色给RMV Plus 反倒是拿来贴摸真的超古怪的 其实今天试完这台车我自己感觉了 他真的有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需要里程超过七百公里了 然后充电的效率 如果是真的买到6C那版本 我不知道多少钱 6C那版本是能做到480千瓦 这样一个充电功率 我觉得挺有意思 很有看点的 还有他那个自动摩车 遥控摩车 记忆摩车那个东东 能实践跨城把那个车召唤过来 不需要依靠GPS什么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因为那个东西都能实践的话 那是懒人的服役 不是说一定要是新手司机才需要这些自动摩车 如果我自己真的出去的时候呢 我觉得那个车停在对面马路便宜 我停过去 然后把它召唤回来 我觉得这个功能就很有用啊 还有一些呢 比方说他这个车的那些 高速领航辅助导航辅助那个功能呢 超车变道什么都一一能实现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个车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大的玩具 所有东西都智能化去实现的话呢 他真的很好用 案外可能大家看中的更多 就是他的一个空间的体现 一个比较粗彩的颜色配色 但这一个呢 会是一个比较向上的一个车型 但前提就是他所有的功能 说出来他需要做得到 但今天我们都没有体验到 因为就环境受限 然后这个功能版本 还没到最完善的动态 迟点他上市了 他说的那个东西 我就会好好去验证一下 到底能不能做得到